接下来我们做好了这一个登革热的资料 我就想要把它上传到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Power BI的一个发布中心 叫做Public 那Public在哪里呢 首先你去看一下 这边我有两张所谓的一个视图就是Dashboard 我要上传上去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去看到上传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想说 那我们就直接想办法把它上传了 那上传首页里面 最后边是不是有一个发行 它这个丢了一个往上的箭头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图示各位应该很清楚 对不对 你大概就知道是微软公司创造出来的视觉化的一个logo 把这个视觉化的logo上传 所以在首页最后边有一个发行 那记住一件事情 你这个档案一定要已经储存 所以点选发行 接下来它就问你说 那请输入你自己的这个工作 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校 这个工作我觉得翻成 因为组织的名称嘛 我觉得应该翻成公司会比较好 就是你的一个组织 也许你的组织是一个公司 法人机构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或学校 我觉得翻成工作可能不太好 应该翻成公司或者是组织或学校的帐号 那我是不是就输入我自己的 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只要是学校单位 清理社全部都是这个 就是office店那个大学的 像我们是YMU嘛 所以当时我们直接取YM 那如果是台湾大学 可能啦 我只是猜 猜一下 它可能就是office店 例如说NTU 就是国立台湾大学 后面都一样 后面点EDU点TW 就像工训处 我应该讲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这边都是 office.tpi 是不是 还是台北.gov.tw 这样大概了解我的意思 前面可能就是你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账号 所以这点可能要请都会稍微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我现在是不是点登录 登录之后 他会要求我 这个登录您的账号 请问这个画面你觉不觉得很像刚刚我给你们看office.365那个登录的画面 很像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这点我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可是请你暂时不要登录office.365 这点真的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像例如说我们董先生他已经用了一年的Power BI 可以吗 它是照样可以再继续使用 可是坦白告诉你哦 什么时候开始收费 因为Power BI它的限制是使用EG 就是你把质量上传到它的Power BI的一个网站上面 最多只能EG 所以在这个地方 超过EG就要开始收费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请输入你自己的密码 我们学校是这样规定了 我们学校是这样规定 就是说我们有登录到那个国立 因为我是国立阳明大学嘛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规定 就是说同步 因为你登录系统的那个密码是什么 就等于登录这一个 我们是同步的设定 这是要花一些钱的 可是我们学校是这样子来去做的 那至于说你们的密码 你不用告诉我 可是你要想办法能够登录 然后点选这个登录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选择目的地 一个是我的工作区 现在大家预设都是这个 我的工作区 大家预设都是这一个 所以这点请各位知道一下 你是没有什么云端运算2017 这是我建的 这是我 因为我在管理 我为了管理方便 所以我自己建立 一个专属的云端运算2017 我现在是要告诉各位 现在大家都只有一个 叫我的工作区 那这个我的工作区 例如说 你的一个网址 你的一个网址 它可能抓你的账号 先不管 前面的那个网址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就是office.com 例如说 我们学校每一个 office.ym.edu.pw 然后后面就会随着你的使用者名称 像例如说我的使用者名称是 12105 12105的一个public的location 类似这样子一个名称 这样子全部都建立好了 全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自己的发布工作区 好所以这边一定要选我的工作区 而且到时候你们只有一个 你们也不会选错 然后不可能选取消 好 直接点选取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说 他现在帮将这个登革热资料分析 这就是这个档案名称 然后上传上去 那上传上去之后呢 他都会变成一个网址 重点等一下我们是要抓这个网址的 抓这个网址 也许你去分享给其他人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还算蛮简单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你 第一稍微注意一下 Power BI它跟Office 365绑在一起 但请你不要去登入Office 365 然后请你要从这个地方 就是打开档案之后 点选首页底下的发行 然后把这个资料上传 然后传送到我的那个工作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他说 正在发行至Power BI成功 然后在这边有两个选项 在Power BI中开启什么登革热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取得什么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网页的一个管理 这样可以了解 也许假设你今天你上传上去 你会不会想说我要把它删除掉 修改掉 有可能吗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重点是 重点是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连选什么 关掉了 因为你已经发布完了 所以是不是就点关闭 好 所以几个动作 第一个 打开这个档案 我已经给各位了 在办例下载那边 办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 就麻烦请各位连选什么 首页 一 首页 二 发行 然后 你看到第一个画面一定是登录 那至于你不能登录的话 那就请你先不要问我了 因为这个登录的问题 你必须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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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